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军方消息 目前出于国防战略考虑 习近平尚未向空军开刀 现任空军司令马晓天在郭徐时代曾任原副总参谋长 2009年升上将 2012年10月进中央军委委员 现任空军政委于中福 是今年军改后才上任 曾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以中将军衔任大军种政委 在解放军中非常罕见 另一位中将军衔任大军种政委是火箭军政委王嘉胜 去年9月 广州军区空军原政委王玉发中将被军纪委抓捕 是空军第一个落马的老虎 据称王玉发涉嫌向徐才厚郭伯雄买官 去年9月 广州军事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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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